南韩总统尹席月跟夫人金剑西一起出席离泰院惨案的追悼会 尹席月特别向家属表达歉意 这是离泰院踩踏事件发生以来 尹席月第一次公开致歉 并且强调政府的责任 表示这样的悲剧不应该再度发生 总理韩德珠也承诺将加强改善韩国的违禁问题 离泰院以著名餐厅酒吧闻名 现在却发现发生推积的汉密尔顿后街 其中八间夜店只有一家有合格的营业许可证 其他期间有些许可证已经过期 有些则只有餐厅许可证 根本不该开成设有五池的夜店 离泰院踩踏悲剧 暴露出南韩政府跟警方危机应对管理都出了大问题 首尔报案专线112的高层 甚至不是收到内部远警的报告 而是接到消防部门的通知才知道离泰院出了大事 让外界更加质疑警方的应对策略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